谁才是模范生 哇 小乖 你好厉害哦 对啊 每一颗都考一百分 好强哦 哼 这也没什么 小K字而已啦 小乖 你每天一定都很用功 成绩才会这么好哦 才没有嘞 我根本都没有念书 随便考就一百分了 啊 没有念书 就考一百分 真好 我每天都花很多时间读书 却从来没有考过一百分 没办法 谁叫我这么聪明 小乖 既然你这么厉害 可不可以教我数学啊 你才考三十分哦 三十分 很难救哎 我们的程度差太多了 教了你也听不懂 阿民 没关系 我教你 啊 真的吗 虽然 我只有考七十分 但是 我一定会把我懂得都教你 小乔 谢谢你 不用谢 不用谢啦 好厉害哦 哇 没想到 小乖成绩好 运动也这么厉害哎 阿民 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啊 没想到功课差 运动神经也差呀 啊 嗯,对啊,一点也不难呢 那这一题呢? 我们休息一下 去打球吧 可是,我不会打 很简单的,我教你 阿民,接招 啊 我接到了 我接到了 你看,跟你说很简单的呀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选本学期的模范生 请同学提名的时候 顺便说出提名的原因哦 老师 我提名自己 因为我每次考试都考全班最高分 而且很会打篮球 嗯 还有没有其他的提名啊 老师 我提名小强 小强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不但帮我复习功课 教我打篮球 还经常鼓励我 嗯,小强 真的吗 不错 很好 很好 现在请同学投票 每人一票哦 把票投给小怪的请举手 我 我 我 小强 大家好,我是小强 虽然每次考试都一百分 运动也很厉害 但模范生 却不是我 以前都以为 考试第一名 就是天下无敌 所以就很骄傲 可是 就忘了 除了成绩以外 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事情 像小强 谦虚又热心助人 反而更能赢得大家的友谊 以后 我一定会向小强学习 当一个成绩 与人缘都好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